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台的早晨那个新闻已经报了 已经去世了 看来这个消息是真实的 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李克强的身体不好 能从他的面向看出来 他这次死于心脏病 突然发作 抢救不及时 死掉 死的具体时间是27号中国大陆时间 凌晨 就是深夜 刚刚过了半夜 27号的凌晨10分钟 这个时间点和毛泽东逝世的时间点 我记得应该是一样的 毛泽东逝世在1976年9月9号 也是半夜刚过 10分钟 他本来是8号死 他不甘心 他要等到9号死 这是毛泽东 李克强也死在 过了半夜 中国大陆时间过了半夜 过了10分钟死了 心脏病如果死的话 会非常迅速 非常快 痛苦相对少一些 应该说 应该说 他是处在一个非常惊恐 或者非常愤怒的情况下 触发了心脏病 依他的医疗条件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是能够从鬼没关上把他给拉回来的 所以他走了 李克强总理是憋屈的一生 尤其这10年 最后10年跟着习近平配合 做习近平的总理 基本上他的权力都被习近平的各种小组 几十个小组把权力给他打走了 所以他作为一个总理来讲 属于是有本事 没出用 李克强总理大概是中共所有总理当中 唯一一个真正懂点市场经济的人 懂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我说的不是社会主义那些玩意儿 你拿李克强跟温家宝比 温家宝基本上是不懂经济的 如果说李克强的经济学的知识是100分的话 温家宝的经济学知识最多40分 初荣基的经济学知识最多50分 也是不及格的 再往前李鹏经济学知识10分 赵紫阳经济学知识最多55分 也是不及格的 基本上中共这些做过总理的主管经济具体问题的 这些历任的这些总理没有一个人的经济学知识 我说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知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就是靠市场 来协调这个经济活动的这方面的知识 李克强是唯一的真才是学 你从他讲的这个道理 能听说我记得我以前介绍过他一个视频节目 他有一次给这个 还是当了总理的早期 有一次大概是13年 有一次给全国好几千人的人上课 讲到了经济学 讲到了中国的经济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从他举的个例子 我就知道李克强真是懂的 这个是行家一听 这个内行听的是门道 外行听的是热闹 他举的例子是举的是一个山西 哪个城市我忘了 山西一个年轻人在北大旁听过几年的课程 后来想回到山西他的家乡 那个小城市要开一个书店 赚钱是次要的 主要是要活跃一下当地的文化生活 哎呦他为了把这个书店光盖那个章 就盖了好几十个章啊 哈哈哈哈啊 这个自己存的钱从家人那存了20万 买了设备租了场地 然后这个书店开下来了 乖乖当地的各个部门 是把税务活警公安 这个全来找他的麻烦 都是来所汇的 啊你没有钱贿赂那些税务啊 活警啊检查呀卫生啊 他是给你拿几本书给你拿走了 你最后你怎么整啊 这生意没法做呀 啊李克强总理举的那个例子 是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里的一个经典案例 啊那个书的作者我记得是南美洲 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啊我当年到美国来留学 一到美国就看了那本书 我当时在这个NYU听课 老师高度推荐那个书 那个书的作者当时正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是讲学还是还是讲座还是当教授 我忘了啊 那个人就在纽约我没见着 那个书的名字叫资本的秘密 资本的秘密 这个书应该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只是说可能没有大腕敢给他推荐 那里边经常举举例子 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搞市场经济 有些国家非常成功 那这有些国家死活成功不了 什么原因 对吧 他经常举的是埃及的例子 他不太好意思举他南美洲那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失败 不成功 他举的是埃及的例子 他说在埃及在开罗 你想盖个房子 你得盖一百个章 你这个房子还不一定能盖起来 在美国盖一个章就可以 就这么简单 盖章越少 说明政府行政部门对你的盘剥的机会就少 而你就可以把主要精力 主要金钱用在刀子上 把这个房子盖的最好 然后卖掉赚钱 而你得这个官僚体制 特别严重的国家 像中国埃及 很多是搞市场经济失败的国家 都是因为盖章太多 政府各个部门都想从这个经济活动当中 所会分一杯根 李克强总理讲的个例子一下切中要害 当然了 他做完了那个讲座 他就靠边赞了 他以后也没有这样的讲座的机会了 所以他后来这个干了这十年啊 跟着习近平完全是成为一个就是一个摆设 他的真才实学没有办法投入使用 我们中国能出李克强这样的一个人 处的那个位置是很难的 他的那个北京大学的那个学士学位 那是真才实学的 真的是凭着自己的本事从安徽省定远县 考进北京大学的 他考的是法律系吧 当时还不叫法学系 当时叫法律系吧 那是真才实学 他还翻译过外国的法学著作 说明他是真正对法律问题感兴趣 对西方的法律问题感兴趣 后来他又读了经济学的博士 这个是和习近平的贾博士不一样啊 习近平读清华大学 那是利用贫下中农推荐 以农村青年的资格进的北清华大学 所以后来习近平又在清华大学 做那个贾博士文凭的时候 你们搜出习近平的那个贾博士论文来 标题还是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那全是吓胡闹啊 政治局常委里边 那些名校的博士硕士全是假的 只有一个李克强的学位是真的 他的博士学位是真的 他的学士学位也是真的 这个就是可惜啊 国家三四十年碰上一个 真才实料的人也熬到那个位置了 碰上一个习近平把他的实权全夺了 把国务院总理的实权全给夺了 所以说李克强应该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一个人 他和别人不得志还不一样 你像你像这个谁 那很多不得志的呀 咱就说薄熙来这样的啊 那很多不像刘元这样的 他也不得志 他不得志 他是他没本事啊 得志也好 不得志也好 差别不大 唯独李克强 从个人角度来讲 他太谨小慎微了 尤其是后来这个跟习近平这十年 尤其是后来这五年 他其实应该表现出一点一个北大人的性格 该说点啊 不露流的话 该说就说吧 说了再道歉就是了 认错就是吧 如果习近平不爱听 对不起啊 啊 习老总 我说的可能你不爱听 但是我认为说的还是啊 还是内心的话啊 说的是真话啊 对国家好 对人民好 但是就是李克强太谨小慎微了 他知道习近平 他斗不过习近平 所以他就表现出了我们北大人的特点啊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为自己的安危考虑 没有为国家在重大问题上 没有起到力挽狂丸的那个作用 这个就很遗憾了 走了 早死 早解脱呀 他也有可能是有其他的事 也可能习近平在查他呢 有可能准备要抓他 或者是抓这个胡锦涛 抓温家宝 他可能摸到消息了 已经吓坏了 他这个小心脏受不了 这是到底李克强是什么事 触发了他的心脏病 我刚才说的只是我的猜测 请以官方宣布为准 以新华社报道为准 行 李克强这个事我就跟大家通报一下 确认一下 我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确认核实核对工作 认为这个事是真的 所以值得专门开个题 跟大家报一报 李克强 李克强比朱镕基 懂经济 比朱镕基的人设列为高一点 朱镕基就是个大忽悠 朱镕基真的不懂经济 但是呢 他会吹牛 他吹完了牛之后给 全国人民不懂经济的绝大多数 中国人民一个错觉 以为朱镕基是懂经济 其实朱镕基真的不懂经济 他真的不懂 他也没学过这玩意儿 这也不是他的专场 他敢吹牛 他说这个右派 毛主席把他打成右派 就相当于母亲打他 这个丢人了 这个人生坍塌了 80年代很多无耻的御用文人 说这个话 都是小人物嘛 你像那个木马人那个电影 天云三传奇 什么李彦杰 李连杰 李彦杰 北京师范学院 李彦杰 取笑 这些专门都是宣扬一个论调 党虐待了我没关系 党也是怎么虐待我 也是我妈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阶级斗争呢 做了柔性化脱离 说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母爱 这个是无人子弟 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 毛主席也不同意 李克强这个事 我认为这个消息是真的 但是关于战争的新闻有很多 关于战争 战争做人质 最后放回来了 这老太太呢 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 说我经历的 就是被这个哈马斯抓的这几天 做人质 这个这几天啊 说我经历的就像地狱一般 那哈马斯 地狱一般 那么这个消息呢 被世界各大媒体都转栽了 你们搜索中文媒体 新加坡有一个联合早报 他也转栽了 那就说这老太太啊 这个有这个以色列 一个老太太 犹太人 说我做人质期间 经历的是地狱般的遭遇 联合早报 联合早报说了 我们是引用路透社 结果呢 那个联合早报 在中国大陆没几个人看 也就是几千人看 最多几万人 看的比较多的 是一个他娘的叫观察者网 那么一个五毛网站 那个网站是李世默办的啊 李世默 这个观察者网网站说的呢 就反着说 同样是那个老太太 那个观察者网 给人家歪曲成说 哎呦 我待遇很好 就跟刘晓波说 在监狱里面受到了 这个啊 这是很好的待遇 我看了之后 我恶心死了 真把我恶心着了 哎呀 我为中国的读者 墙内的读者感到可悲啊 你们能看到的 都是五毛给你 歪曲过的假新闻啊 尤其那个观察者网 是一个叫李世默的 留学美国名校啊 后来跟共产党那赚了钱 他投资办了一个观察者网 那是一个造谣的网站 大家记住啊 那就是他太扯淡了 刚才有人在留言说 李永欢你怎么研究去这个 你怎么会研究秋收起义了 哎呀 是啊 我没事研究他们毛泽东秋收起义 干什么呀 那个 那没啥意思啊 也没人感兴趣 我研究秋收起义 发现那是毛泽东骗苏联的特务经费 秋收起义没搞起来 这个纯粹是歪打争着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 今天 现在 此刻也就上个星期 发生在河南 许家印的老乡 农民 哄抢玉米地 那个是 很多人给我发视频 让我看 我看了之后 哎呀 我立即就明白了 啊 那个 就说 河南那个地方 是 是 什么城市来着 许家印的那个 那是哪个城市啊 好像是叫 呃 丹城吧 邯郸的丹 丹城县 啊 那个地方 有那么几千亩的 平原 都整好了 一大片土地 被上海的一个大公司 啊 你假设是 马云和许家印这样的 大老板 哎 投了一遇 先把那个地租下 种的是玉米 可能是当饲料用 哎 丰收了 啊 今年的水没有流到河南去啊 都流到河北去了 河南大丰收啊 玉米 那么 人家这是大机械化作业啊 那个收割机 卡卡卡收割的时候 被当地农民发现了 当地农民出来500多人自发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啊 现在农村也没有一个壮年了 基本上都是老头老头老太太就是呃就是呃帮着那个收割机 跟着那个收割机后边因为收割机收的不干净啊 有些玉米棒子落在地下 他没收着啊 人抢了抢了就归自己了 干这个活 那后来呢 人人的心呢 他都是贪嘛 说哎呦 我擅收割机那边还有一片没收完 咱到那先去抢了吧 所以这500多人 咔咔咔咔就就跟这个收割机在这个在这个装家地里呃 抢收啊 这是典型的秋收起义啊 其实他一天能抢个100斤玉米棒子 还是湿的晒干了成了60斤 就算一块钱一斤60块钱人民币值不值 这个事呢 在这个很多人拍了视频放出来 呃做了各种的解读 也做了各种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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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 没有一个人讲到点上的 真的没有一个人讲到点上 要不就是地域歧视啊 歧视河南人啊 啊 要不就是说现在道德崩溃啊 反正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些老头都不要脸啊 啊 这个啊 就是说这些东西 这个要害是什么的 为什么农民去干这样的事 这肯定是违法的 你抢别人的吗 不是你的地 啊 别人种的地 别人不管怎么着我和你没关系啊 你去 收获 有什么道理吗 没什么道理 第一 啊 我揣测啊 第一 农民太穷了 农民真的太穷了 只有李克强总理 说过啊 还有全国有多少多少亿人 一个月的收入还达不到1000块钱 只有李克强敢说这样的话 啊 那个其他人都不说吧 对吧 其他媒体也不敢说 农民太穷了 这是第一啊 第二 那些留守农村的老头老太太 其实也没活干 没有赚钱机会 你如果村里边或者是附近的县城里面 镇子上 有个机会 啊 他比如说有一个摊 对吧 你老太太可以在那打个几小时工 一天挣个几十块几百块的 他何至于去到庄家地里去 抢别人的庄家呀 那不可能吧 对吧 就是农村没有赚钱的机会 那这是第二 他宁愿去偷点玉米 能赚两块钱三块钱 他也是赚的 这个是农民没有赚钱的机会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是一个各大媒体 政府官员极力回避 不愿意谈的问题 盖着 把它捂着 对国际上吹的是 我们共产党是多么牛逼 给多少人脱贫 啊 致富啊 吹牛逼呗 啊 那就是下机巴吹呗 真实情况 有大量的农村人口 根本没有机会赚钱 没有商机啊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农民虽然还住在农村那个 栽基地上 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边 可是周围的经济活动 已经和他没关系了 包括他的房子周围 可能有大片的一望无际的 那现代化机械化种植的庄家 甚至养猪场啊 甚至养鸡场 甚至是各种啊 加工厂 那个地方产生的经济效益 GDP很高 和当地的居民有关系吗 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地的农民只能是承担 这个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染和环境的破坏 对于身体的啊 这个这个伤害 我本人在山东的出生地 我在卫星地图上看了 哇靠 突然之间冒出一大片 一个养猪场 我回去一问 我说真的是一个养猪场 说谁办的呀 不知道 说你们能占点便宜吗 说当地有个养猪场 那宰猪 你们吃肉是不是便宜啊 吃点猪下水 吃点猪蹄子 猪耳朵 猪脸子 猪头肉是不是没有 见不着 为什么 全部都是封闭式作业 你都不知道谁在那养猪 你也不知道猪养成了之后 这个猪那销往哪里 可能销往北京 销往天津 销往上海 销往青岛 你都不知道 啊 说你们收入有有有有增加吗 没有 哎 没有 一点一点都没有 白白的你们的土地 被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伙人给用了 他说唯一的 唯一的知道 这有个养猪场 就有的是挂风 啊 比如说挂的是东北风 嘿 哇 那猪圈那个臭味过来了 哈哈 就这么一点好处 啊 这个对于当地的居民 对于当地的农民 完全是一种剥削啊 不仅不能获得收益 完全自己有损失 身体受伤害 闻那个臭味 对吧 如果河南 那个玉米地撒了农药的话 你住的那人还可能要受农药的伤害 毒害 所以农民在他的心底深处 对于某一个上海大公司在河南许家印的老家那个县里边种这个玉米 你以为他热爱这些人啊 不会的 潜意识里是把这人当成敌人 既然是敌人的东西 按照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敌人的东西 那我们就抢吧 抢了拿了就是活该嘛 这是共产 这个和共产党七八十年以来所灌输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呀 但能跟上这个思路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 一方面 广大的农村人口没有脱贫 没有赚钱的机会 另一方面 有一些人像马云的许家印的这样的大资产阶级 他有庞大的资本运作 他可以通过贿赂当地的农村农地的官员 他可以把这几万物的土地租下来 然后实行机械化的大规模种植 那当地农民他就不管了 当地农民一点便宜都占不上 所以说农民 稍微一看警察不多 那就抢吧 抢了白抢啊 所以说后来官方报道 河南农民 那那个 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 故意做了淡化处理 做了弱化处理 说这个事是个误会啊 这个呢也没抓人 当地的乡镇干部和和这个县 县市干部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嘛 对吧 所以这个他妈的比较荒唐 就是河南农民 我相信是自发的 抢了那些玉米地 那当然也没几个钱 不至于说把那个 土地的主人抓起来 把他枪毙了 把他银行的存款给他分了 像共产党在1927年干的那样 做不到那一步 但是抢你的玉米 明年你种大豆 我抢你的大豆 你种棉花 我抢你的棉花 这个我觉得 人民觉得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本人不赞同这种做法 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实 现状 相对照1927年的春天 毛泽东在湖南 在他的家乡 煽动农民 打托尔分田地的时候 那也是有阻力的 不是人民 毛泽东一煽火 就求手起义 事实上 毛泽东虽然从苏联特务那儿 拿到了大笔的特务经费 就是给这个求手起义 这个活动经费 由于那笔经费 被没收了 毛泽东被捕了 毛泽东应该是在 1927年9月9号 在湖南省刘阳县 在张家 张家舵还是张家驼 还是张家坡 在那个地方被捕的 被捕之后 他背 身上背着那么多银元 那把银元给他没收了 最后反正稀里糊涂 把毛泽东给放了 其他两个人可能抓起来了 毛泽东编了个谎 把那两人出卖了 自己逃了 这是后来毛泽东 就把这个给圆过去了 经不住细究 那一次求手起义暴动 苏联的命令是让他们暴动 没做成 可见当时的湖南的农民 也是有一定觉悟的 所以后来他聚集一些 这个闹罢工的工人 和这个农会的干部 以及一些参加个 其他地方的暴动的那些散民游泳 汇集起来 在文家集 文家市 在那个也是在刘阳县 往南走 朝着井冈岗山方向走 在毛泽东 在那个文家市 文 文家市 文应该就是他姥姥 毛泽东的母亲姓文 那个文家市 是不是他姥姥家 他在那等着了 大家到文家市来聚集 聚集之后 然后继续朝着井冈岗山方向去 等到了井冈岗山 那个时候 大概只有不到1000人了 只有600多人上了山 人家很多人不愿意做贼 上山就是完全当土匪了 所以这个秋收起义是根本失败的 我对秋收起义的兴趣 完全是因为我对于河南 许家印的老乡 这个地方农民 抢 哄抢玉米地这个事 这个社会新闻 感兴趣 行 我今天先聊到这儿吧 我上一个视频是认真做的 体现了一个民运 一个民运人士 比较高的水平 讲到了这个 搞民主政治 是不是一定要有宪法啊 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答不上来 这是个坑啊 还有说搞这个 以后推翻了共产党 我们 我们确立一个宪法 我们跟习近平 重新修宪 确立一部新的宪法 然后搞这个民主选举 选举最高行政长官 就是李克强这个位置 总理啊 我们选这个总理啊 那么是不是非得有很多党派 像今天的台湾这样 好几个党派互相攻击啊 互相这个竞争啊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啊 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明朝崇祯年间政治失败 导致王朝灭亡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政治失败 怎么会导致政治失败呢 就是燕党和东林党 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往死了整啊 内讧 正事没人管 真正涉及到这个 怎么镇压农民企 怎么跟李自成谈判 怎么跟这个厚金啊 跟满族人啊 打仗也好啊 是招安也好啊 这基本人谈啊 然后这个李自成眼看啊 来势凶猛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战略性的转移 学毛泽东搞城镇啊 我们离开北京城啊 然后到天津躲一躲 到济南躲一躲 到徐州躲一躲 到南京重新啊 这个在立中央 这种事 没有谈出一个好的对策来 根本原因是接党营私 那东林党跟燕党斗得太激烈了 耽误事啊 所以说崇祯上吊之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说众轻误我 你们这些人把我害了 就跟今天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身边这些人 都他妈不敢跟习近平说真话 包括李克强 他心里有很多主意 他不敢跟习近平讲 憋着 你看憋出毛病来了吧 行 我今天先聊到这 我看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同志们 小龙虾说 你要说为什么只有河北农民这样 其他地方还真没有 不是河北农民 是河南农民 河北农民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你别急啊 有的时候是有 因为没有拍视频 没发出来 你不知道而已 小龙虾呀 较那的杨说 前两天一个老太太抢 粮食被机器压死了 有可能确实很危险 那些拍视频都说 太危险了 你这农民 你不要命了 我这是机械化作业 你老往我机器下面钻 你太危险了 对 发发说 只有共产主义 把人的价值观彻底毁掉了 对 是 因为共产主义 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权嘛 既然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概念 所以上海某公司 大老板在河南种的那些玉米 那属于公共财产 那我抢两个玉米 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克强是自然死亡吗 当然不是自然死亡了 这是突发死亡 真正触发李克强心脏病发作 导致死亡的原因 不知道还没爆出来 大家耐心等新华社的通稿啊 他的岁数 今年才高68岁 不该死 以他的医疗条件 一般的小病是可以救回来的 谢谢大家 今天先聊到这 再见 觉得好的点个赞